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要 尽情锁定 外资撤出中国 现在是更加的明显而普遍 早在今年2018年的4月 4月底韩国三星 那个时候正式关闭 它在中国大陆 唯一的一家网络设备生产企业 就是在深圳的三星电子 那么当时就遣散了300多人 那么三星把他们的生产基地 就移到了越南 而且在越南还扎下了 100亿美金的投资 占到了去年越南 整个工业投资产值的15% 可以说在过去的几年 从08年开始 这个外资开始 离开中国 它慢慢成为一个存在的必要 这个里头 当然08年还没有贸易战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中国大陆作为投资标的的 一些环境在改变 那么早期的有一些企业 他们看上了是中国便宜的劳工 低廉的土地 还有宽松的环境标准 那所以呢是有利可图 所以就去那边投资 但是呢现在劳工成本已经变高了 甚至要比东南亚要高出50%以上 那么土地的成本也是节节高升 那环境的要求 环保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那么为什么这个以前这个情况下 可以投资获利 那现在没办法投资获利 原因是因为以前这个政府的税 跟归费很高 但是呢企业可以从这个劳工的便宜 跟土地的这个低廉 那么得到他的这个获益 但是现在呢因为刚讲到说 土地跟环境跟这个劳工 这个成本都变高 可是政府的税费归费 并没有减少 那这个也就是说 让中国的经商环境在恶化当中 这个中美贸易战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 他整个只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让他显得很显著 其实更直接的是 中国整个经商环境的问题 所以李克强这一次 昨天在国务院的这个会议上 宣布降低关税 某个角度来看 也是为了挽救 现在中国大陆企业 也包括外企 现在的经营上的一个困难 因为事实上在八月份的时候 那么日本的企业 那么已经纷纷开始撤出 在中国的供应链 这个都是考虑到 因为两千亿第三波的中美贸易战的这个关税 那么已经两边互相开始 这里面包括日本化学制造的大厂 叫做续化城 那么决定把制造汽车令部件的中国厂 迁回日本 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制造的产品 名列在美国的关税清单当中 那么在此之前 有日本光学巨头 奥林巴斯 还有精密电子企业 欧姆龙 那么这是 然后已经撤资 离开中国 在现在就刚讲到说 再来这个续化城 这个你可以看到说 中日政府间的关系 似乎有在回温回暖 但是并没有办法改变 日资撤离的一个步伐 那这个其实这样的一个 日资 韩资 也包括台资企业 那么也包括很多欧美的企业 那么这样的结果 不仅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 包括官方的税收 然后贸易 还会影响到就业的问题 因为外企在中国 雇用了大量的劳工 那么外企撤出了之后 劳工当然就失去了工作的机会 而且还会间接影响 跟这个企业相关的 包括餐饮业服务业 生活周边等等 所以是不可小看的 所以现在大陆政府 对于这一波 这个外资企业 那么这个的安定性 那么是非常关注的 所以在三个礼拜前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那么就提出了 这个六个稳定 那么这六个稳定 就提到说 要稳就业 稳金融 稳外贸 稳外资 稳投资跟稳预期 你看稳外资 都把它列进来 那这个所谓的 既然是要稳这六个面向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这六个面向 现在都出现不稳的一个迹象 所以政府必须要 非常的关注 因为如果外资继续的 撤离的话 那么会导致几千万工人的失业 有趣的 BBC中文卵也提到了 这一波传出来要撤离的 外资企业当中 有一些可能是真的 那么但是有一些 也有可能是借着贸易战 在趁火打劫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趁着贸易战跟中国政府博弈 嘴巴讲说要离开中国 那目的不是真的要离开 是要中国政府 再吐出一些 给他更优惠的待遇 那么得到更多的待遇 他就不会走 那这个当然从经商的道理来说 那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就变成说 因为地方政府 都有要维持这个外资企业的责任 那么很可能也被迫 就是要跟进 要给更多的优惠 在这个之外 我们看到最近大陆 有另外一个面向 是引起大家关注的 就是除了前一阵子 有一个叫做吴小平的 一个写的文章说 私营企业应该逐渐的离场 后来引起了很多的争论 甚至官媒一一出来反驳 澄清之外 现在又创出来 9月11号 有一位另外一个叫邱小平的 那么他提到 在9月12号在杭州 他是一个叫做 这是人社部的官网报导的 在全国深化民营企业民主管理 那么增强创新发展 内生动力现场会 9月11号在浙江杭州 那么召开 那么邱小平 这位先生在会上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 那么为了推动民营企业 民主管理工作 要坚持加强党的领导 以职工为本 那么要让职工享有充分的 民主权力 共同参与企业管理 这个很简单说就是应该要由工人来管企业 好那这个消息一出来 就舆论大华 可以说很多民营企业老板 这个吓得都说不敢吃月饼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第一时间 让大家联想到是 在上个世纪 中共建政初期 那么一个叫做公私合影的政策 名为合影实际上就是充公 那么当时后来搞到很多的私营企业 等于是借着公私合影的名义 那都变成捐给的国家了 那么所以呢 很多的人都反对 但是你可以想见 一下子又有说 迷宁企业应该要退出 逐渐离开市场 一下子又有人主张说 应该由工人来管这个迷宁企业 那么这样的一个投资环境 当然会引起大家这个害怕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看一下 那相反的这样的一个贸易战底下 台商台资又是什么样的状况 现在来看的话 这个台资企业这个回台投资的动作 已经开始了 那尤其是在第三波 2000亿美金 在24号这个事情之后 那么在前面两波 因为对台资企业的影响相对比较小 那么第三波2000亿美金 那么你的产品 如果在中国生产的话 那么要销到美国去 就很难避开这10%的关税 而且明年可能会调高到25% 那所以现在各国的企业 都在逃离中国大陆的同时 在台资企业也是一样 但台资企业可能多了一个敏感性 就是只能做不能说 因为刚讲到说 现在各地的台办系统 那么都在盯着 因为要稳外资 那么台资企业在这一波 也会被官方给盯上 所以现在政府都密切地 来只能私下的一个协助 那现在看起来 有哪些行业的台资企业 开始签回来 包括台湾伺服器 网通厂 还有自行车厂 最近有加速 启动回台扩厂 或前进东南亚设立 生产基地的计划的一个情况 那么他们锁定 既有的厂房扩产线 购买现成厂房 及收购公司 三个步骤 力拼能够在年底前 完成产能的调配 这里面像大的企业 大的企业 他如果有别的生产基地的话 他可以把这个订单做转移 比如说像台达电 他在中美贸易战这一波当中 那么那一些 在中国 原来在中国生产 那现在因为 外销到美国去 会面临关税的一个问题 他就把订单转移到泰国 他的基地去 那就是大的企业可以这么做 那另外有一种像美利达 这是生产高端的这个脚踏车的 他们在10月 就会将大陆生产的订单 移回到台湾来生产 因为美利达或者巨大 Giant 他们在台湾的生产线 高端的脚踏车生产线 都没有停止 都还是维持的 那现在都派得上更好的一个用场 这是两个部分 那么因为他们其实本来就是在 欧美市场需求增温 他们近年以来已经都是在台湾扩充产能 那所以呢 现在刚好派得上用场了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部分 另外我们看到像网通厂当中 像网路摄影机 路由器还有交换器产品 受到了影响 那现在神准是唯一100%在台湾制造的 它有接单的优势 所以所谓的转单效益 这一波也看得出来 就是那一些都在台湾生产的 现在反而在接单上呈现了一个优势 这个另外呢 其他网通厂的重要生产基地 很多过去都集中在中国大陆 那现在有些客户考量到说 国安还有治安的问题 就说我跟你合作 但是你工厂不能设在中国 那结果他们就把它移回到台湾 或者其他的地方 另外像中壘 那么他们早就在竹南购置新的厂房 那么扩增了一条新生产线 产能会增加一倍 而质邦及这个华裕 把他们的购置新的厂房及土地 目前质邦在台湾的 正在积极寻求 县城的厂房 计划把中国生产基地输出 美国 那么把占总营收35%的产能 移回台湾 你可以看得出来 刚好相对于相对于这个很多企业的离开中国 现在的更多的企业 特别是台资企业回到台湾来 那这回到台湾来 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包括在越南 就是越南的台商 现在因为涌现转单效益 那么台湾的资本市场也连带受惠 那现在有11家越南的台商 他们在25号就组团拜访了贵买中心 表达要返台挂牌的意愿 那么根据这个 KPGM安侯建业 这个会计师的一个估算 最快明年就会有第一家挂牌 目标是希望在四年之内 11家越南台资企业能够全数上柜 都在台湾挂牌 这就是蔡英文总统 她在前两天在全球台商的会议上 她所讲的一段话 她说从经济成长率 失业率跟台股指数 还有外销订单等各项数据来看 台湾的经济正在往上走 所以现在正在努力打造台湾 成为亚洲新创资本汇聚中心 那么这个不能不说 多少是败这个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冲击之下 那么让很多的台资企业 从中国大陆撤回来 那么让很多的这个台资企业 从东南亚越南愿意回到台湾来挂牌上市 掀起了一个挂牌的热潮 那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 台湾企业出外去投资 主要是到中国大陆那么当时因为资金不能够自由的运行 所以当时很多透过第三地 那现在大陆因为又要搞这个全球的 加入全球的追税这样的一个体系 那么再加上大陆在课税上的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很多人就呼吁说 这个在海外的台资台商企业的资金 估计加起来可能高达几千亿 应该想办法让他们回来 所以说 用这个気度来热线 咖啡 接着 这 那个 这 咖啡 对 你 那 你 就